欢迎美日一打 回来演出门的 我问你 第一个出门 上来就问 春天买的 这是一个多肉 应该是灿烂 然后呢 说是没动静 你要知道啊 多肉老妆 不是不能养 是能养 你可能养十年 还这么大 明白吗 你想要它长大 也很简单 你把头全部剪了 让那个新头 重新插到盆里边 你看它长 一直长满 给你换大盆 长满给你换大盆 明白了吗 它就长得大了 长得快了 这样它肯定不长 而且呢 它是在春秋天 但是生长旺季 这个季节呢 你可以给它扔到外边去 只要是在下霜之前 搬回来就没事 明白吗 只要是在五度 你看着天气微暴点 别等别的霜打了 一般这种呢 可以扛得住三度 拿进来就行了 到时候 你这个时期 它就喜欢冷凉 温差大 喜欢这种日到长 它长得会很凶很快 你在屋里边 它就一直懒洋洋 就不长 像春宝说 4月份种的丰树 不死不活的 你得给我看盆 看土 看你种植环境 明白了吗 植物呢 你养花先养根 焦人先焦心 它根都不长 你上面怎么长 你光给我看叶子 我知道叶子不长 我都知道下面的整体 明白了吗 有话说 怎么养根 你不论是怎么养根 你要了解 植物生长根系 是必须要养气的 没有养气 它不长根 懂这个事了吗 所以说 你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应该是盆土方面的问题 像这么说 菊花外边 看得很好看 里边黑了 怎么办 那么多花苞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恋 一直花呀 这个怀疑你是浇水浇进去了 就喷水的时候 喷进去了 明白了吗 而且呢 这种菊花的花苞都很多 它别的好就行了 你别老是喷水了 在秋天的时候 它老爱开朗 给足光照 喜欢温差大 喜欢冷凉 它晚上的时候 它就拼命地去 长一些个花苑 白天的时候 它就生长 像这么说 心也焦了怎么了 心也焦了 我一看就是有点 你只要是黑 只要是黑 就根部毛病 它就是闷根 积水无根那种感觉 明白了吗 你现在要控水 控水 用杀菌药 小黄二号 这个老花一加油 可以找客服去要 像这么说 一直在室内晒了几天太阳 就这样了 发财数 谁让你晒太阳的 哪个老师教的 发财数 不用在室外晒太阳 你在屋里边养的好 你就一直在屋里边就行了 明白了吗 这就晒的 可以剪掉 那重新长新的 像这么说 三角梅一直不开花 就是风涨 就是缺光 三角梅 你只要光照给足 其他都不是什么问题 另外呢 就品种问题了 部分的三角梅叫剁性花 一年嘛 就开个一两次 有的三角梅是青花品种 你的话说老花一 什么是青花品种 老花一卖的那些 都是青花一品种 好了 就要不是大家 点个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展一 白了错吧 好 嘿嘿 嘿嘿 好